Layon聊四季 天天的烏克星 大家好 我是Layon 今天來看達達人對上阿斯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軍閥2的比賽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達達人 達達人最大的特色是有免費的拇指環跟暗形人戰術 而且在高地打低處的時候 傷害會比一般的高打低還有再更痛一些喔 那達達人呢他的打法呢 比較適合打這個騎兵單位 他的步兵單位甚至連二級鎧甲都沒有 那騎兵都是打馬弓跟一般騎士 或是雀削這類單位會比較適合 那他的草原騎兵呢 也是草原騎兵系列遠防最高的一個文明 因為他的這個絲護甲 可以讓他的草原騎兵防護力再更高一些 那達達人到了後期有這個鐵木耳工程術 可以讓自己的巨型頭司機變成最遠的巨頭 那他的巨型頭司機可以高達19點攻擊射程 非常的遠 而且研發完之後還可以研發這個火焰駱駝 但是火焰駱駝呢是針對騎乘單位所設定的自爆兵 當然阿茲特克人呢這個文明是沒有騎乘單位的 所以他的火焰駱駝應該是不會出現在這場比賽裡面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阿茲特克人這個文明 那阿茲特克人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村民的支援攜帶量的 所有的支援都是各加三喔 那讓他這個效果前中後期的經濟都會非常好 那阿茲特克人的老鷹呢也是比較厲害一點 可以點一下龍冠戰爭之後 傷害最高可以變成8加9的老鷹喔 非常的猛 那除此之外呢他的老鷹的建造速度 也是南美中老鷹文明裡面 產生速度最快的文明 因為他有這個均勻的工作效率加成 所以阿茲特克在城堡時代打老鷹爆 或在封建時代老鷹策略喔 也是比較優秀一點的文明喔 那後期呢還有紫毛器可以讓自己的戰毛兵呢 變成帝王戰毛的素質喔 當然血量是比不上越南的戰毛兵 那讓這個阿茲特克人前中後期喔 都有一個很好的應對方式喔 那他到最大後期的時候呢 也可以打這個老頭爆 爆一堆老頭 因為他老頭每點一個科技的時候呢 血量也會多加5滴血喔 到了後期最多可以到95滴血喔 非常可怕 那阿茲特克人呢 主要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步兵 跟弓兵路線還有老頭 那他的生頭戰術也是相當難解的 所以遇到阿茲特克的時候 要踢防的東西其實要蠻多的 最大的東西就是生頭戰術 再來就是這個老鷹爆的戰術 這兩個戰術往往可以秒殺一般玩家 那在這種職業賽事中 反正這兩招很少出現喔 因為對手就是也是頂階玩家了 所以也知道該怎麼防守 這幾招的這個打法 好那目前看到兩邊都已經點下了封建時代 哇這個秒數基本上是 一模一樣耶 兩邊都是 幾乎同時點下封建時代的升級 好那阿茲特克這邊是打3棒棒策略 像我們之前頻道提到3棒棒策略 通常很容易銜接到這個裝甲 這邊棒棒過去要看一下會不會先遇到那個 對方速升封建打一個速小弓 如果這邊過去已經看到對方在下射箭場的情況 就不會去升裝甲了 那如果看到對方升時代升得稍微慢一點 這個裝甲步兵就可能會點下了 好那不管怎麼說 這邊還是要看一下兩邊的行動線 行動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好這邊Snowflin的實在兩邊差不多 那茲特克這邊一看到對方升時代升得差不多 決定還是要升一下這個裝甲步兵的升級 好那這邊打打打的是一個肉碼開 那這邊升裝甲還有用意喔 就是想要讓對方喔 的肉碼在家裡防守 沒有要出來 好那這邊光榜步兵升上去 要先去打魔防嗎 這邊可能打不掉了 先去扁魔防 上去扁木牆 扁木牆 欸上去偵查一下 看一下是轉什麼 OK這邊確認是肉碼開局 OKLIF最近偵查做得很好 給肉碼開局 家裡要先按一些槍兵防守 這邊繼續敲這個木牆 家裡已經產出了一隻槍兵在防守 OK槍兵過來 捅到一槍 轉了 有一槍就要轉 好 現在就是要把這一隻弓兵喔 加這隻槍兵喔 趕快往前走 受動前線喔 讓裡面這隻村民喔 一定要被逼出來 讓打打這邊喔 給的壓力喔 才會夠大 好 到這邊 稍微繼續 稍微拉扯一下 槍兵往前戳 欸又往後 拉走 哇 好極限 達達是不是想要利用高打滴阿 因為他的肉碼 也能吃到這個高打滴的效果 除外增上的能力 所以其實塔操這邊也是可以 高打滴 去處理掉槍兵的 但是他剛剛沒有這樣做 好 好 那這邊 瞭妄技術點下 那這個時間點瞭妄技術 有人會說 欸 點瞭妄技術不是會 先減少一村嗎 對啊 當然會減少一村喔 但是喔 大家這個瞭妄技術點下去 他防守的 程度喔 就是會更輕鬆一點喔 畢竟現在家裡都還沒維持喔 而且他是這邊要開始來偷農田 農田要開始爆灑一波 那他認為可能自己喔 有這個 防守上的一些空洞 如果先點瞭妄技術的話 蓋房子喔 也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 可以看到這裡 就可以即時提防 好 這邊過來 瞭妄技術這時候應該是看到了 OK 有看到囉 好 這邊看到了 過去應戰一下 你看 這就是瞭妄技術的一個細節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應該要去注意一下 瞭妄技術什麼時候該點 因為這個瞭妄技術 雖然會慢一村喔 但至少會讓你的防守 不會出現太明顯的失誤喔 沒關係 你是一位不太常看小地圖的人 那 那可能就 有沒有點好像就沒差 因為這個瞭妄技術點下去喔 主要都是再去看小地圖 去做對應 好 那阿茲特克 這邊是轉出了大量的弓兵喔 哇 六隻弓兵 這個很強喔 前面有三隻裝甲 那這樣的組合喔 這個 塔套這個搭配 目前是打不贏的 主要是因為弓兵數量太少 而且肉馬的 數量只有六隻 六隻肉馬加上三隻裝甲跟一隻槍兵 這個 暫時要用五隻肉馬 是很難解掉的 而且還要想到有六隻弓兵的傷害 所以塔套這邊選擇避戰喔 是相當好的一個決定 我要先把家裡圍死 OK 那這裡防守 不會有太大的漏洞就行 好 那應該兩邊不會在封建再大打一架 準備來升城堡賽 好 這邊 全部的單位都往下走 塔套這邊往前看 沒有看到任何單位 那我意識到MIPER已經到他家了嗎 好 這條可能換家囉 好 看一下這波 有拉王技術 已經看到下面一圖單位 這邊肉馬應該要繼續往上衝 當然 弓兵加槍兵 在這邊防守 上面的墓區有點危險 右邊沒有五圍喔 好 單塔套沒有想要進去的意思 好 弓兵拉回家 目前是七隻弓兵 配一隻毛兵 好 那MIPER也是七隻弓兵 兩邊都有點一擊射擊 但沒有點一擊防 好 那MIPER沒有想要繼續打 可能 覺得對方快要上城堡賽嗎 是覺得對方的兵太多了 怕被包甲 後面肉馬回來 MIPER這邊點下城堡賽 好 這一波想要包有點困難喔 弓兵離肉馬的距離有點遠 這邊稍微用肉馬拖延一下時間 這邊稍微用肉馬拖延一下時間 但MIPER這邊的支援部隊也來了 11隻的弓兵 配上塔套的8隻弓兵 加上5隻肉馬 這一波要是打起來 誰輸誰不好說 我覺得塔套是偏劣勢的 如果正面真的打起來的話 塔套這邊的目標 是要先消減掉 VIPER這邊的槍兵數量 才有可能打得贏 所以正面開戰的情況 塔套是沒有太大的優勢的 好 這邊稍微圍 讓對方沒有辦法過來 好 再踢掉 套你出來 補了一個軍營 OK 城堡時代下3軍營 這個是老鷹騎手勢 這跟打馬弓一樣 馬弓也是因為生產速度慢 所以才需要3個射箭槽 搞得高數量產起來 數量多才會有用 老鷹這個單位也是 數量要多才會搶 他的單兵能力 是完全比不上騎士單位的 好 那VIPER這邊點下了城堡時代師後 馬上按下了奴兵的升級 老鷹的部分還沒有升 奴兵先升比較重要 因為這邊奴兵 數量現在很多 11隻 好 塔套這邊也要趕快升下奴兵 跟二級射 好 這裡買賣一下 剛剛缺肉 OK 好 射一下 趕快 VIPER這邊想要去換掉對方的弓兵 哇 卡蛋 射歪 又沒射歪 又換到一隻 槍兵往前 肉馬擋一下 我們繼續往上追 哎呀 VIPER這邊射到的弓兵數量並沒有很多 但塔套確實還是剩下4隻弓兵了 4隻弓兵的壓力也就小了一些 哇 這一波看起來好像有點... 壓力有點大 這波全部送光了 OK 這波壓力給的很到位 好 打打這邊轉出了更多的弓兵 而不是轉馬弓 三射箭場其實是可以轉馬弓的 好 當然他可能想要延續弓兵的這個... 鮮影量場的優勢喔 然後趕快先點一下彈道血 因為如果他是出馬弓的話 木頭燒量會比弓兵更兇一點喔 好 當然現在弓兵現在有拇指環的優勢 阿茲特克這邊是沒有拇指環的 所以現在正面弓兵對打的情況下 只要塔套沒有太大的失誤喔 基本上站著A喔 也可以A的贏對手阿茲的弓兵喔 那阿茲要打贏弓兵的話 就只能打老鷹喔 或是投石車弩炮單位了 老頭稍微可以反制喔 但是反制的效果並不明顯 因為人家的射程喔 是已經來到了7點射程 多走兩步喔 就可以射到這個老頭了 OK MIPER這邊果然要轉老鷹 看老鷹現在配置來說肉量還是有點少 好 壓到紅田 想要讓MIPER收村 斷一下肉的來源 這裡瘋狂點 老鷹數量越來越多 一位射掉了一隻 MIPER的弓兵在努力避戰喔 哇 這個老頭 剛剛MIPER臨死之前還把老頭往上拉喔 想要躲掉彈刀雪的彈道 但是距離太近了 很難躲掉 好 後面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手 受不了 出弩炮 這肯定出弩炮的 那為什麼高手之間很少會出投石車去反制弓箭手 最主要是因為對手不太會那種大型失誤 就是一直發在讓你用投石車砸下去的畫面 那奴炮的話是可以有效去消減奴兵的這個血量 OK 老鷹點下了英勇士的升級 好 英勇士升上去了 就可以稍微能打囉 因為遠防會再多一點 這樣射一下只有兩滴血 奴兵的話就不太好解老鷹了 哇 還是被射掉了一村 兩邊都是一換一的村民 OK 這邊老鷹想要來解後面來援助的奴兵 這一波斷兵斷得很好 OK 這時候老鷹也升級上去了 現在老鷹的體質來到了3加2 5點遠防 血量來到了55滴血 多了5滴 但是弓兵數量一多還是對於老鷹的傷害還是有點高 那現在弓兵少的時候趕快處理掉 問題就不大了 OK 這波硬戳戳掉了很多數量 奴炮串燒 哇 串到了非常多的奴兵 一大堆的奴兵屍體在地上啊 這波串燒打得非常漂亮 好 沒有工程器 和救贖思想 奴炮是沒有辦法著想的 把一隻草原起兵出來 OK 解掉 後面有一隻裝甲步兵 怎麼藏在這裡的 裝甲步兵藏在後面偷打這個蓋梯系的村民 好 麥克在家裡又重新鋸了一波新的軍隊 但是塔套的奴兵優勢喔 非常的巨大 好 那打打這邊喔 目前是打算自己經濟3TC運轉起來之後 等一下平走跟跑速喔 才有想要去轉馬功的意思喔 現階段來說 他轉馬功 是壓力會更大 可能會斷村之類的 但我們目前看到 塔套這邊斷村 是比MIPER還要少 1分27秒而已 這個秒數非常的短 現在來到26分鐘喔 這麼低的斷村秒數喔 前面又可以這麼高強度的在對打 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哇 拇指環就是快 好 後面也有一撮奴兵 但是這裡圍得很好 應該是只有這邊可以稍微極限射到 左邊一些礦區的村民 好 老鷹再次上前 但是又被射回去了 好 拉了一台奴炮 串燒一下 傷害幾好 又串掉了一隻 又串了一下 好 這一波老鷹上前 右邊有兩隻草鷹騎兵 到右邊想要去偷拆城鎮中心的村民 這一波拉弓拉得很辛苦 他還是點掉了蠻多老鷹 但老鷹的坦度實在是太好 好 後面這一波想要等馬弓出來 OK 塔套這邊即使轉了馬弓過來支援 好 看到馬弓之後 塔套 我BIPER這邊是打算要先往後撤 看看後面這兩隻草鷹騎兵一直在乳小 哇 還是被捅掉了一隻村民 兩隻草鷹騎兵也是順利的脫逃城東 好 炮擋一下 這個奴炮應該是不會死 因為後面有村民來修了 好 塔套這時候補下了耕種技術 開始把這個馬弓所需到科技 開始補起來了 好 然後開始量產馬弓了 那品種大會還是要頂一下 因為他這個肉量還是有點吃緊 從前撒的還不是非常多 他現在是想要趕快用大量的木頭和黃金 產出更多的馬 給VIPER更大的壓力 好 這邊的炮在串燒 血量很殘 這個血量都只剩下一點點而已 差點打到 喔 中了 再一發 MISS 順利拉開 好 在前方補了一個城堡 好 馬弓打老鷹會更痛 因為馬弓3是6加2 8點 弩兵的話只有7點而已 所以馬弓在城堡賽是一個很厲害的單位 這個炮傷的也不錯 趕打回去 那 塔到這邊最好是要利用這邊的高地 進行自己的優勢反擊 打打的高打低 是很容易 讓自己翻盤的一個特殊能力 在阿拉伯的一個效果其實很不錯 因為阿拉伯這個高地跟低地其實很多 像這種融起來的地方都是高地 十幾個要 兩隻老鷹被抓掉 這個可能是要去分推的 現在 來 Viper 直接避戰 想要老鷹直衝 卡套的家裡 上方補了一根城堡 開始圍 這裡沒有圍好嗎 沒有問題 裡面再趕快補下一個木牆 這邊應該是能圍好 這邊開始直接招牆臭命 打破了這個木牆 從而進去阻止了這根城堡的建設 後面也拉了大量的馬弓回來回救一下 但是老頭這邊CD中 全部都在CD 招一隻臭命三隻老頭在CD Mipe這邊的老頭 招翔溺死了 哇 虧爛 三隻老頭直接倒地 Mipe這邊的老鷹打擊 馬弓還是有點吃力 對方達達也轉出了雀靴 雀靴這個單位造價很便宜 而且他每攻擊一下 只會獲得一點黃金 實質的造價是低於40塊黃金的 效果讓他後期 可以產生更大量黃金 而且有更好的體質 坦克體質 遠防非常高 天生就有2加0的體質 而且造價來說很便宜 一開始就有130 應該是110 升級到金瑞是150滴血 以40塊的造價 加上150滴血 其實也很夠用 而且又可以搶黃金 好 但比較可惜的是 他打建築物的時候 是不能獲得黃金的 好 打破這個房子 衝進去 Mipe這邊點下了帝王時代 但達達這邊還沒有 推一個時代升級 是想要產生八炸九老鷹嗎 還是要趕快點戰矛呢 但這邊點戰矛的話 確實也是不好處理了 Mipe其實也可以用更簡單的方式 就是去處理這坨馬功喔 就直接出紫錶器 銀罐技術 配上老頭 老頭用來招強對方的 雀宣 也OK喔 當然是戰矛兵的一個影響力喔 並不是這麼的好 城堡被控住 這個城堡被壓制有點麻煩 左邊一個分隊也被 塔套給抓到 Mipe在想什麼 塔套也知道 不愧是Gio的隊友 Gio戰隊裡面的人 裡面有一坨 雀雀跟馬功衝進來 看到後面的法木功 後面恰里其實 不太能防守耶 這一波衝進去是不是就 就掰了 好像是喔 那這一波為了要控制跟城堡 過到滿多時間喔 好 裡面藏了很多老鷹 趕快先升級 精銳 英勇 勇士 好啦 這跟城堡取消掉了 要在後面補一個嗎 這裡補一根堡好像不錯 現在城堡選址要想一下 OK 在這邊補了兩個軍銀 好 再拆一個碼頭 這隻碼頭 這個軍銀 好 三級的步兵 反甲也補下了 後方的老鷹 持續在騷擾當中 卡超這邊的村民術開始 死傷提升當中 後面補了鷹跟寶 OK 精銳英勇士升級上去 遠方變成6 這邊在等三級的步兵反甲技術喔 才要來跟這邊高處的馬功打 這邊想要守屍城堡中心 有點困難 村民放出來 這樣好嗎 必須收吧 這個放出來 會全死喔 好 這邊老鷹上來擋一下 但是後方打打還是有高地優勢 這邊上高地 繼續反擊 哇 高打低的傷害加成太痛了 Viper扛不住這一波的馬功 後面的老鷹 鐵士繼續給塔偷壓力 老鷹直接飛了過來 攻擊力開始提升 好 攻擊手在後面繼續輸出 但打雀雀傷害實在是很低 好 這邊想要做個包夾 老鷹過來 避掉殘血的防治 用老鷹堵住洞口 塔偷決定要在這個高地決意死戰了 然後再用上方的馬功跟雀雀 騷擾老Viper家裡的 金礦處 上方這裡也是被衝到了衝擊 正前方老鷹繼續包夾 包得還不錯 雖然打打有高地優勢 但是數量上還是有明顯的差異啊 數量差異啊 好 那現在雀雀打老鷹效果非常好 用便宜的價格 反擊了老鷹回去 這樣子 打打之狂雞 越來越多啦 這個雀雀真的太省錢了 白鷹這邊可能要轉一些 重裝長槍兵喔 不然這個會越打越虧喔 好 老鷹一出來一直被壓制 出兵點被壓制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哇 這裡殺了22隻的單位啊 好 正前半馬功過來 抓到移民眾的村民 這個是想往前蓋城堡 知道蓋這個高地嗎 蓋這個高地守後面這兩個礦 可以 但是對方打打還沒有升到地龍時代 至此也可以升巨頭先去反制 但是現在跨到正面喔 打不贏對方的雀削了 狼海的部分還沒有提升 35隻老鷹在想辦法 守住正面 上方的雀削問題又來了 第二隊過來解一下 好 第一時間沒有攻擊 好 終於解掉這坨雀削了 Nice 沒有難無解雀削喔 還是有點傷的 雀削海 很久沒有看到 這個東西了 雀削 好 阿茲特克點下了重裝長槍兵 看來一直到黃金真的不夠用 整個槍兵壓力還是小了一點 好 這邊老頭 找一下 拉了一根 帶來一隻村民想要去扁 好 這邊撞城堡 好 老鷹有點殘血 嗚 浴泉扁死 OK 正面開始產出巨型頭C 先拿下這個高地優勢 而且想要從後面包掉這台巨頭 但老鷹 數量非常的龐大 好 下了二攻 又覺得雖然來到了四十幾隻阿 OK 城堡拆掉了 OK 城堡拆掉了 這邊阿茲要趕快點下三攻喔 這個老鷹的傷害差距會差得非常大 現在數量這麼多點下三攻的優勢喔 會非常明顯 好 達拉這邊點下帝王的死蛋 升級還有十秒鐘 喔 推測也補了 白白這邊二金龍還沒有補 剛剛被打壓力太大喔 沒有時間補這個經濟科技喔 好 再補一個三級射 之後要繼續補老鷹呢 還是先把三攻 點上去 還是先點金罐 加四攻更舒服 好 先點下三攻 好 金瑞雀雀升級上去 攻擊力三攻也補下了 先優先升攻擊力 原來都是近戰單位喔 沒有遠程單位 OK 金瑞雀雀上去是 一百六十滴血 多了C 原來不是150 我是160 160這個造架 架子連城 而且打敵方單位又可以搶錢 好 這一波包夾看一下 前後包夾第一時間收掉的軍情投擲機應該是沒問題 哇 這個打得不打 好 突然開始開戰起來 三攻還沒有升級好 龍怪戰爭還在升級當中 打到這一波打擊上去 把老鷹全部吃掉 三攻剛好升級好 但是老鷹已經全死掉了 VIP直接打出了GG 哇靠 這一波包夾最後一刻來得太突然喔 龍怪戰爭還有14秒才可以研發好 結果這一波開戰起來 讓VIP錯失了 打擊回去的機會 沒有辦法 對方塔套這一波 雀削包夾戰術 打得非常優秀 這麼多的雀削 總共有8600多滴血 然後黃金造價 一直踩掉40塊 沒打下來還可以再撿 撿個1塊錢 怎麼打怎麼賺 塔套的雀削策略 確實重創了阿茲特克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 賣回這邊拿下總支援的勝利 拿到了100而已 兩邊支援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那軍事方面的阿茲這邊 還是弱了一些 塔套這邊利用馬功 加上高地優勢 高打低 一直去換掉非常多的村民 還有這個單位 那老鷹的部分 一直在前期 被奴賓一直打帶跑 撤掉了一些數量 那後期雖然出了大量老鷹 想要反壓回去 但很可惜 沒有讓他 成功 扛出這一波 確實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